台中市首支棒球队在市长胡志强的极力号召推广之下终于成军了 这个月25号还要和台湾体育大学的球队来举行对抗赛 下午的记者会情况如何 立刻连线请陈立如来告诉我们 立如 好事的主播观众朋友 那么台中市第一支棒球队成军 首战要对抗的就是台湾体育大学的球队 今天两支球队举行的记者会 双方球员互赠见面礼 市长胡志强也敬地主之仪 亲自出面主持这场记者会 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形 这么多年轻人这么爱棒球 政府就要把棒球这个事情做好 如果棒球让他自己发展 万一他不能够壮大 会有多少民众感到失望 政府不能在那里看民众失望 那么台中市这支棒球队成军 每年经费需要上千万元 胡志强也远落会帮球队来争取更多的福利 要让这支棒球队在球场上尽情的发挥 而比较特别的是呢 这支球队之前选秀的时候 有很多都是从职棒退下来的 像是这个新浓牛的张家浩 还有许竹健等等 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球员 他们打过职棒相当都有经验 希望能够继续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今天记者会充满了活力 几乎所有的球员都到齐了 球赛也将在7月25号和26号 台中中级杯棒球场举行 未来将会安排更多的赛事 整个球队希望呢 观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棒球运动 这是现场的新星 把镜头交往给朋友 好我们谢谢利如 带我们来看到这个胡志强说 政府不能够放任棒球发展的不好 他一定会为这支 谢谢大家